国家灾害机构管理报告显示 由苏门达拉省熔岩洪水造成的 遇难者的总数已经达到58人 目前搜救小组仍在寻找35名失踪者 国家灾害管理机构主任苏海洋多表示 该机构与当地的灾害管理机构 仍在根据联合搜索小组的新发现 继续更新数据 除此之外 33名受伤的居民 目前仍在接受治疗 因为西苏门达拉省熔岩洪水灾害 而流离失所的家庭为1543户 目前政府着重使用应急处理流程优化 快速运行 以便受灾的地区能够迅速地恢复正常 截至本周三中午 清洗西苏门达拉省多个地区的冷岩浆的事故 已经导致67人死亡 33人受伤 20人下落不明 此次灾害影响了1543户家庭的1000人 目前综合搜寻小组 还在进行搜寻遇难者以及失踪者的工作 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制定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改善交通路线及人工影响天气 并且为所在的居民重新安置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